答案即将在今天晚上揭晓了 好了接着我们的关注一部电影开机的消息 昨天呢中烈杨家将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片方宣布该片于今天开始正式开机 同时呢也证实了古天乐因商退出了拍摄 正一件代替古天乐出演杨大郎一角 昨天呢他就跟郑孝秋 余波 周渔民 林峰 吴尊 傅新博 七大帅哥正式会逝到了北京 由于影片海电的聚集了 当今华语娱乐圈里八位老中青三代帅哥 所以呢发布会俨然也变成了花吃会 我说导演感情您这要求还算是小小的 也太难为七位帅哥了 此份率领圈内七大帅哥一同出演中烈杨家将 曾经的楚留乡郑少秋也已经升级为帅哥他爹 不知道看到这群帅气的后辈 郑大叔有没有压力呢 哪有压力 我做他们的爸爸 我是领甲在他们之上 对呀 没有压力 帅气也不能比你太帅 谁 就不能比你再帅什么在现场 不能比我再帅 目前 我希望他们很帅 把他们最帅的一面呈现给观众 无尊周渔民正一见 这样的阵容不论放在哪部影片里 都将是毫无争议的男一号 而此次该拼当中这一下子囊括了七位十多 不知道导演有没有为分配戏份而头疼呢 都是很平均的 七个兄弟去救了老八 应该会有次重的吧 有一个总共用党的局势 就应该比较重要的 每一个角色都重要 所以我们要分配的很好 所以你要仔细看这个戏 就你们分了 那演员有没有 跟他打电话 就跟你讲 你给我们戏份多一点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他打电话 我说你不要给我这么多 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去电吧 看到这部主打男色主义的影片 不免让人联想到 另一部同样讲述杨家将 由张伯芝领衔的杨门女将 全男将对正全女兵 不知道胜算能有几何 各有各的 他有他的观众 我们有我们的观众 你看那么年轻的女孩子 女性观众啊 都那么起哄 那么兴奋 就知道了 而在当天公布的主演中 原定由谷天乐寸的杨大冷一角 改由正义建出演 当天监制黄柏明也表示 这一切都是因为谷天乐受伤 实在太严重 医生说他一年之内不能拍工作片 一年之内 要收拾四个月 四个月之后 可以拍一些文系啊 喜剧啊 这些武打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最初他受伤的时候 我们停了一阵子 看看他的上市是怎么样 要是不是太大问题 我们可能等一个短的时间 那么现在的等都不能等 所以我们马上要化 新闻记者北京报道 据说啊 出品人黄柏明还开玩笑的说 这部电影当时学演员的时候呢 就只有一个标准 那就是八个人一定都要帅 一下子看到这么多帅哥 在这关门想提醒大家一句 不管有多帅 各位花师们一定都要hold住